小伙伴们,我又回来了,你们想我了吗? 大家都看过实际言吧 里面有一种用隔尾炒做的拉面 你们觉得隔尾巴草真的能做成拉面吗? 跟着我的节奏继续往下看吧 我们先来准备一下汤底 有两种猪骨鸡汤和一汁 猪大骨焯一下水,撇去浮沫 把猪骨鸡汤的所有食材倒入高压锅中 适量食液调味,盖上盖子 焖煮43分钟 姜片爆香,我们来把处理好的海鱼轻微的煎一下 翻面后倒入适量的日式酱油 加入清水木骨一身 少洗白糖提鲜 放入整根小葱增香气酥 这是本期视频的主节隔尾巴草 今天我就来把它变成一碗面条 首先我们要敲出它的果实 哇,这果实也太小了 据说隔尾草是小米的祖先 倒入清水中,用手都淘洗几遍 清洗好晒干后开始研磨 动漫里清空做的隔尾草拉面看着那么好吃 真的好想现在就来上一碗 抹好的粉倒出来 加入面粉,使其更容易成形 这里肯定有小伙伴会说 放了面粉,散什么隔尾草拉面 大家请看,这就是不加面粉的失败案例 为了更加柔软,放入五颗棚灰 用手翻拌一下,打入一个笨鸡蛋 倒入少量清水 开始和面 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趁它不注意,把它擀成0.5毫米厚的隔尾草饼 对折后就可以切成我们想要的面条了 面条用热水煮熟 倒入碗中备用 浇上几勺猪骨鸡汤 淋上一只,开始摆盘 叉烧两片 麻省一小撮 再来一根糖醋排骨 最后撒上葱花 羊食人用隔尾炒做的拉面 口感还是没有面粉来得细腻 吃起来比较粗糙 但是我做的这碗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Stones 这么好的视频却没人投币 苦恼啊 你们这帮白嫖怪 不理你们了